Ellen 耶 卡 這一版我們是狼人 還是好人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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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Holy shit 我怎麼都當好人吶 真的是 我們現在來解這個 速解 工程師 工程師 我們在 他怎麼旁邊一個人 你是不是又要打我了 你剛剛那一局真的很危險 我就說我是警長 哎 真的是受不了你 我是說上上一群 這個小變態 你在幹嘛 這個我歐爆怪怪的 我歐爆他怪怪的 我們一直跟著他 我們一起跟著這個我歐爆 你也怪怪的 我們一起跟著我歐爆 好 快點 我妹就是不相信我 結果等一下 結果等一下死的人是我 我會 你不值得我相信 我妹真的是殺掉 林北工程師在那邊 喔 真的是手不鳥欸 啊 止めてください 有人死掉了 私底來監控室 上面是紫色的 所以全票出入禮貨 好 先跟法醫 我先講我路線好了 貝貝 貝貝 你又在給我壞壞啊 貝貝 OK 這一回合 我不會再被你說我帥給誘惑了 然後我還要說一下 你怎麼又死掉了 那我們就只能先出五號了 貝貝 先講一下路線 欸 我覺得紫色的是狼 我覺得9號也是狼 我覺得2號也是狼 因為我不知道 那個什麼 工程師出來了哪 各位 我在這邊中斷一下 他媽的玩到現在啊 皇帝我真的覺得 他媽我妹是個傻屌啊 我都在他面前跳地洞啊 他還只認我是狼人 這不是傻屌是什麼 然後還在那邊給我什麼 我覺得誰是狼 我覺得誰是狼 你他媽如果他媽我這局是狼人啊 他媽我就先第一個扛我妹啊 那邊亂指認啊 可是 我哥在我面前跳地洞 我沒注意看啊 然後2號也一直在那邊 我等一下不會跟我哥走一起 他太可怕了 不值得我 那個 皇帝黏尾蟹啊 然後 我剛剛就跟這個皇帝 還有他妹走在一起 我們在客房那邊 然後 皇帝確實適合在我面前跳地洞 適合在我們兩個面前跳地洞 不是 在監控是看監控 真的很不道德呢 不行啦 一定要刀掉啦 對吧 我跟你們各位講啊 信我得永生啊 信你 讓你回去溫泉睡覺啦 不好意思各位 那個我妹比較智障啊 希望大家可以原諒她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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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睡覺啦 跟溫泉有什麼關係 啊我妹就腦子有動啊 因為他會殺我們 我妹就腦子有動啊 你不要這樣嘛 我們第一局就先揪出了一隻狼人 感謝我們的七號法醫 接下來我們下一局 我們狼人就由皇帝我們來抓 好不好 讓我們展現我們精湛的演技 把狼人給逼出來 我妹也是很白痴吼 然後 我明明就在他面前跳地洞 到底是哪個智障的狼人 會在他面前跳地洞 然後我故意在他面前跳地洞 跟他講我是工程師 他居然懷疑我是狼人 他是不是討個地賽 真的不是我要講 我妹真的是不會玩這個遊戲 我們現在 我現在不爽啦 不爽我就幹嘛 各位 我覺得你們這樣子不行啊 我知道你們這樣子 懷疑我跳地洞什麼的 但是這回合我就不開心了 各位 那我一不開心啊 皇帝我就是要唱歌啊 心一跳 愛就開始見了 每一分 每一秒 什麼意思啦 狼人CD又被你斷掉了 好了也沒有辦法做任務 我會上傳數據耶 皇帝 你唱歌好好聽喔 我真的被你崇拜了 什麼意思嗎 各位我跟你講 依照我對我妹的了解啊 我妹剛剛那個回答 他肯定是狼人 我妹他平常不會這樣講話 他只要這樣講話就是狼人 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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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不是頭九嗎 如果不是我的話 九二號也跳地洞耶 那要是要頭九 誰說我跳地洞 你不是跳地洞啊 喔我就工程師啊 我跟你講 一號跟十號都是狼 抓到 都直接抓到 OK現在皇帝把時間禁止了 我們來解釋一下剛剛發生的狀況 我們的身份非常明顯啊 就是工程師 這是我自己知道的 其他人肯定會懷疑我 我們藉由這個身份啊 我們去猜測一號是狼 一號依照我對我妹多年的了解啊 他只要這樣子說話 他絕對不是狼 所以我們先仲彩一號 然後看其他人的反應 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啊 十號跟四號都有開口說話 尤其是十號 他接著附和我說 如果不是一號就頭九號 這樣子對狼人來說啊 他們就可以一次帶走兩個好人啊 所以這個帶風向 我們是為了誘導狼人出來 皇帝這一招各位請學起來啊 所以最後皇帝我直接轉跳槽 跳十號 因為我知道我妹不是狼人 高招 十號掰掰 欸 我不是狼 我跟你講 直接一個誘導吧 十號絕對是狼 依照我皇帝我玩這遊戲 十幾年來的觀察經驗啊 十號一定是狼 他自己把自己的身份講出來啊 他肯定是狼 有沒有 你們以為我在胡亂瞎搞拍桌嗎 你們以為我在亂拍桌嗎 蛤 皇帝我是有技巧的啊 靠北 六六亂開槍啊 不過還可以幫我們確定誰是好人 我們這邊直接一個遠端滅火 OKOK了 再來我就是要來推斷到底誰是狼人的 那麼可憐 六六 誰掰咖 誰掰咖 我啊 我妹直接掰咖 幹他好笑 我妹直接掰咖 他嚇到耶 我看到那個冰塊 冰塊嚇到 在解完這個任務的同時 我就已經確信 4號絕對是狼人 怎麼說呢 因為4號剛剛在我們拍桌的時候 我剛剛就講過 發生的人 幾乎都是狼人 因為他們想要一口氣 帶掉兩個好人 那我們剛剛就可以先小踩4號 只是我們沒有說 然後我們先把10號票走了嘛 那接下來4號在這邊跟7號 兩個人在這邊卻沒有人解任務 然後照7號剛剛被我從低中跳出來 嚇到的那個反應 我們可以大膽的推測 4號就是狼人 這只是大膽的假設 等一下發生的事情 各位就可以知道 4號絕對是狼人 4號怪怪的哦 4號4號14號 這個4號有鬼 他想關我耶 我們趕快解任務 現在好像只剩我們任務沒解完 不要不要 幹你你 我操你的 哈哈哈哈 黃雞 我操你 黃雞死了 4號幹4號給我出來哦 操你媽 4號4號 應該是4號吧 那邊只有藍色的腳印 4號掰掰 現在法律都說4號腳印了 那就投4吧 OK各位 我在這邊要跟你們各位深深的說聲 對不起啊 我妹就是很智障 她講話就很智障 沒事的 各位 我們要以 寬大胸懷 去包容我妹這個臭智障 好不好 不會玩就算了 然後還講話智障 我真的是深深的 對不起 這個台灣的所有人民啊 我沒有把我妹管好 真是很對不起啊 那這一把 我們也是順利的贏下了 OK 如果我這一把是好人啊 我就會打爆我妹啊 直接砍爆他 不讓他有發言的機會啊 那這一把 我們的4號順利出局 我們7號是法醫 完美完美 完美的結束一場 我剛剛被那個4號關注 整個是 絕望 你們知道嗎 哈囉 各位在看我頻道的小傻瓜們 大家好 那個 我想跟各位聊一下 就是 黃帝我的這個狼人殺影片 比較少出啊 我不知道各位 喜不喜歡我狼人殺的影片 如果喜歡 其實可以在底下多留言 然後 多按讚 讓黃帝我知道說 你們是喜歡這個系列的 那黃帝我會多排一些 這樣好吧 那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別忘記訂閱我 打開小鈴鐺 點一點 謝謝大家 我是黃帝 我的影片讓你 吳克跳T 那我們下午再見啦 拜拜